黄海棠 香港一名救护队的队长 22年的救护车经验 也历经过当年的SARS 面对香港第五波疫情 他感触很深 有时候一天11个同事确诊请病假 他必须连续工作16个小时 甚至跨区救援 原因在于不止病患多 死亡率也高 加重了医护负担 根据统计 香港18到59岁 死亡率仅占4.96% 但60岁以上 死亡率飙升到94.5% 其中80岁以上占68.4% 另外慢性病患 罹患新冠肺炎后 死亡率达86% 住院患者确诊后死亡率也高达58% 成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有153个患者离世 介乎35至105岁 当中有97人是住在院舍 大部分没有接种疫苗 好痛心 觉得自己突然间是不是去了第三世界 都希望大家只是咬着牙关过了这一关 香港死亡率飙升的关键就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低 80岁以上仅5成一接种过两剂疫苗 加上养老院群聚严重 造成了全港83%的养老院 和63%的残疾人士病院都染疫 TVB新闻柯胜雄 陈向如综合报道